所以這是不定義的修法 這不是真正的宗觀義 這樣會了解嗎 我剛才說過 不生意不滅 不生跟不滅也是兩邊 那不是兩邊 那不是兩邊 有理想沒有 沒有 我這樣說的無自信就是 他不是實意說不會變的 那個信才是無自信的藝術 無自信不是在向上對峙 所以有沒有懶靜 有沒有懶靜 有沒有懶跟靜 不懶意不靜 又是兩邊向 所以 取向的人真的是 難受 著懶 執著向懶 結果呢 離懶又著寂 你說要怎麼受就好 你就是 如果我當內 震入無自信空信 那就是 那就是究竟的情情 沒什麼說情情要去究竟 沒什麼說空要去究竟空 沒什麼說二聖還不夠 還要入大聖 還要入佛 無助涅槃 那就是程式上 射法 射法有十射 還加一個法層 射陰 射陰 射受想行射射陰 射陰包括五根五層 還有一個是法層 這個法層就是前層影像 這個五根對入層是直接面對進階 所以 五分做這款的直接面對 以及 前層留下來的影像 所以前層留下來的影像 叫做獨頭意識 現前說面對的 叫做五具意識 二聖是斷 斷煩惱障 他為什麼要先求斷煩惱障 意思就是說 我如果自己本身不把煩惱弄掉 我自己如果不想太處理 我是要怎麼幫助人處理 但是有的是不去想那麼多 有的根本就說 我的煩惱不就好 我解脫三界就好 斷煩惱障障就算解脫三界了 他一定不會讓這色音影響到 因此 這斷煩惱障 有現形的跟獨頭的 現形的叫做人我 人我 人我子 這個人我子 也就是我剛才說的 一開始面對近了撒迦耶見 以及內在的什麼 普特邪的我子 那都是 直接 這些五具意識 五具就是五根對五層的五事 深情意識 深情意識 再來 這個五具意識是現形的 現形就是我現在有根跟五層有在作用的 但是過去的事情已經如夢了對不對 未來的事情還不會發生的 但是 他會輕易承受的還是會 所以對於過去跟未來的 不是現在的 那當然就是法成 承受 這個前程影響 這種的字叫做法 我 子 這是獨頭 獨頭 獨頭 一聲 獨頭就是標示說 你阿賴的事裡面還有這個業種 過期巡視來 所以你如果夢中還有三道營養的事情 就叫我是說你的種子有沒有斷 沒有 這任何人夢境裡面 那裡還有出現到 三道營養的時候 你阿賴的事 種子還沒回來 雖然你現前的時候已經 已經不翻 已經不翻 那是有學 剛才說的有學 他還沒有完全進化 因為裡面 裡面的種子 過去了 種子還在 不然 不完全斷掉 好 所以學校這個 差不多就是種子 好 那 有的人就問 有的人就說 奇怪 二聖不是只有斷斷人我子 二聖哪有說要斷法我子 法我子不是大聖在斷的 不是 之前我好像都說 這是二聖斷的 法我子是大聖斷的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這叫做同名義義 名字一樣 但是意思不一樣 這個法我子是二聖斷的法我子 不是大聖的 是一樣名字而已 意思不一樣 好 所以大聖 大聖 大聖有堪忍性 為什麼有堪忍性 因為他收得更久 而且 二聖的事情做得更多 二聖的事情做得更多 他喝到的降污就比較有苦 啊 接著他的福肥奇蹟 所以喔 他有人在保護 人苦的力量也比一般人強 所以他可以同時斷二聖 好 哪二聖呢 煩老聖 和鎖子聖 那種鎖子聖 就不是二聖的法我子 是利他的法子 好 那是利他的法子 就是說 他 他不是說 他還會 對過期期待 對未來 苛求 他賣了 他是 要利他的降污 跟我們不太有夠 要一直突破 因為 五十節以來 會沉淪就是我和我所相共相祖祖祖 收祖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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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因為有度人經驗的人和無度人經驗的人 你說哪一種的地位比較高? 當然也是有度人經驗的人地位比較高 所以你就知道路航空就跟佛祖比 根本就沒辦法比,不會比的 而且我們要了解 我們整個的是什麼? 整個是火法身 我們不是整個羅漢法身 我們一整個就整個火法身 所以一定要走什麼路呢? 一定要走這種路 這是說沒辦法這樣的時候先求這樣子 我剛才不知道指標跟資本哪一個重要? 這樣知道嗎? 一定是要走這個路 但是你沒辦法走這個路的時候 你要先走這個路 這樣我在國有夠元隆嗎? 李氏元隆,惡帝隆統 大聖堪忍信 菩薩發心不離諸佛,為什麼相應? 當然也是相應找相應的啊 相信,你如果聽我講的東西聽得好 你不知道會繼續聽下去 我如果聽不懂,我沒有 沒那麼久就知道我們 不相應嘛 所以為什麼菩薩發心 可以不離諸佛,為什麼相應? 不離諸佛,馬上得二種勝利 不離諸佛 不離三寶 因為相應 所以他也深深釋釋 生在哪裡? 生在菩薩家 他的環境就可以促成給他 給他還有機會的人就想 不是說回向可以回向成什麼 四四常行菩薩道 上根增長,符慧雙修 四四常行菩薩道 他這樣的話就回 生生四四入菩薩家 就有什麼的會來求念 佛菩薩會來辣 所以這個心你如果發入出來 像藏傳應該佔領強調要發菩利心 為什麼要這樣強調? 因為要這樣強調 要這樣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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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得二種勝利 第一個 尊重 五點 眾生 共負 沒有受傷的人 都有自己的父母 叫做生生父母 但是發心尋菩薩道 他就可以射受法券 他就可以射受法券 他有他的相容法官 這種法官就是眾生的儀客 就定義是眾生的父母的意思 所以可以叫尊重福田 應共 因為你不知道這重要 你沒有共用 你沒有種種種子 就像說 我這裡有一亩糧田 但是沒有種子種 你說 會不會很倒楣 等於擦身而過 我這裡有良田 結果呢 我找不到種子種 你說有沒有倒楣 所以你這一輩子 讓你說一輩子都很呼籲 你這一輩子如果跟三寶擦身而過 那你說你倒不倒楣 所以不要太注重這世間的那個相符 或富裕 你如果跟三寶擦身而過 那你就有一君良田 找不到種子種 那倒不倒楣 那倒不倒楣 那我們說 普通一般凡乎的父母是生生父母 生命之父母 或生生的父母 但是 那是 活菩薩的這罐父母是 活菩薩的這罐父母是 活菩薩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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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 都重要 没有这个设身怎么会有法身 不一世俗地怎么建立地义 我们刚才说元起信公是从哪里来 是从元起关带出来 所以不由世俗地不得地义 一样 这个一个是设身父母 一个是法身父母 哪一个重要 第二 无独害虎 长寿守护 什么守护 天龙拔布 天龙拔布 无独害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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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出去爱世卫 对不对 总统出去爱世卫 有时候走路还会去冬到 还有一点爱 菩萨都无独害虎 无独害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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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在险烦不会发生灾祸 可以让你很自材 很清安 你说哪一种世卫 哪一种世卫比较重要 这就很明显看出哪一种重要 当然是长寿守护重要 长寿守护重要 俗世累积的福佛有狗 只要发这个心就不简单 对法 清楚这个心才发得出来 但是 你不可能要求一个 粗法心的人 他就都不犯狗了 他不是灯地菩萨 还是正八地无神人 粗法心 粗法心就这样 粗法心会犯狗 粗法心会犯狗 也是粗法心 但是已经知道了 粗法的重要 只要发这个心 发这个心是什么等流呢 慈悲等流 没有慈悲心发不出来 因为你还要浸一步行销都完喊 要靠发心 無法心你走不出去 你行行不下去 所以發心是六度的基礎 所以叫菩提根本 有個發心就是要理他 有大悲等條的 等條就是說他的心有這個背心在運作 有這個心在運作 當然他在地上不會多久 因為本來就不是那麽壞 那是說連這個背心都沒有 還無惡不作 在地上因為我沒辦法反省 是這樣的 所以還是要累積這個資料 要發心理他 你要了解眾生苦 要在這裡發覺心 你比較有耐得了苦 只是因為他有人苦的堪忍性 所以他如果發願來這世間 一定會選在那裏 創的環境裡面 為什麼激發 激發利他 激發利他 所以會比較要喝苦 你說不會比較要喝苦 他跟我發白心 不可能 他沒辦法觀衆性苦 所以這款的重心 這款的重心 大部分都是人在困境裡面 在困境裡面 但是他在困境裡面 他這樣就怕 他不用怕 因為他有 無毒害的苦 無毒害的苦 這方面他不用怕 因為他有無毒害的苦 這方面是在困境裡面 他的激發 他 那個背心會越強 還有他人苦的功夫 超越一般人 所以你要幫助 不可能 你再擰苦的方向 他就要搰過去 他就要搰過去 就是這樣 才有力量不夠強 才是眾生的所依 這是依靠 依靠 這種重心 他就要喝苦 更困境 他就要突破 好